觀眾朋友大家好 現在由鍾嘉惠為你報導新聞 首先是新聞提要 讓美國更具競爭力 美國眾議院通過科研法案 令國家科學基金會 和能源部科學辦公室的資金 每年增加7% 中共黨慶來臨各地洪水吐天 6月28日 中國北至黑龍江 南至福建 很多地區遭遇洪水再去 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開炮 美國少數專家掩蓋病毒真相 故意將民眾引向錯誤方向 成為中共的同返 霍士名嘴被監視 霍士新聞主持人卡爾森表示 國家安全局正攔截他的電子通訊 並以此迫使他停播自己主持的節目 卡爾森要國會介入 阿里桑拿州立法案 學校需分享共產國家受害者故事 州議員稱 今天全球面臨的最大威脅之一 是共產主義和極權主義 新西蘭大學校響景中 科堂移遭中共間諜監視 部分可疑人員更對課程內容開口大罵 甚至在課室內騷擾不願離開 以下請收看詳細內容 美國眾議院6月28號通過了兩項促進科學研究的立法 目的是讓美國面對中共更具競爭力 兩項法案得到兩黨眾議員的共同支持 第一項法案名為 國家科學基金會面向未來法案 以345對67票通過 將增加國家科學基金會的撥款 建立一個新的科學和工程局擴大研究機會 第二個法案名為 能源部面向未來科學法案 以351對68票通過 授權能源部科學辦公室更多的研究資金 這兩項法案將令國家科學基金會 和能源部科學辦公室的資金 每年增加約7% 同時法案還將指導相關機構 促進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教育 STEM的教育和專業發展 以幫助這些領域的招聘活動 共和黨人還在委員會中 增加了一項補充法案 甘紙撥款申請人 參與與外國政府有關的人才計劃 例如與中共政府有關的千人計劃 眾議員麥克爾、華爾茲、Michael Walls說 我們要保持研究企業的開放性 但也要保護它 不讓各些對手利用我們的開放系統 必須在兩者之間取得正確的平衡 在中共當局 大慶它的建黨一百週年之際 七日之前 中國各地洪水滔天 6月28日 中國北至黑龍江 南至福建 很多地區遭遇洪水災害 不僅很多城鎮發生嚴重水浸 更有很多房屋被洪水沖垮 官媒稱 四川大道河 盧定江段和枝樓金湯河 重慶烏江下游幹流和枝樓大溪河 黑龍江烏蘇里江等 23條河流發生超景以上洪水 6月28日至29日 黃淮南部 湖南北部等地降大到暴雨 益陽市西藏台發布暴雨紅色預警信號 暴雨過後 益陽市淘江縣洪水泛濫 山體滑波 福建北部地區 將迎來新一輪強降雨 暴雨警報 暴雨預警提升為三級 暴雨引發的洪水 導致福建武宜山成為窄國 街上的汽車全部浸在水中 江西順江上中游 持續降大到暴雨 在28日 洪水令江西上搖水浸嚴重 所有的街道都變成了河流 很多房屋被洪水沖垮 在重慶有10個區縣降暴雨 重慶長壽、漁北玉林河、獸山梅江、 有洋龍潭河等40條中小河流 出現1至8米漲水過程 很多房屋和道路被洪水沖毀 在黑龍江、黑河站水位27日 達到封直98.55米 黑河沿岸大片區域被洪水淹沒 有網友議論說 別想讓政府出一分前 政府不夠制 只要你們自己搞乾淨 我老家10年前的洪災就是這樣 6月28日 川普的第一任副國家安全顧問 麥克法蘭Kathleen McFarlane 在霍士新聞發表評論文章 評擊一些美國政府的專家、官僚和围體 在中共掩蓋病毒的起源和傳播時 也故意將人引向錯誤方向 以掩蓋他們在這場大流行病中 所起的共犯作用 麥克法蘭在川普政府的頭4個月 擔任弗林、麥克法蘭將軍的 副國家安全顧問 也是政治評論員 他在文章中寫道 這些政府專家堅持認為 任何持實驗室竊物理論的人 包括那些州長和備受尊敬的科學家 都是歇斯底里、仇愛的 反科學的陰謀論者 他們的反應如此激烈 是因為他們在為自己的錯誤行為 進行掩飾嗎? 他們不想讓世界知道什麼呢? 他們正在資助危險的病毒功能增益研究 和對武害的病毒進行基因工程 向一個敵對國家的研究實驗室提供資助 中國軍隊也參與其中 他們是否在沒有得到上司的批准 甚至可能不知道的情況下 做了這些事情 因而需要掩蓋他們的蹤跡呢? 他說 我是前總統的第一副國家安全顧問 對這些有潛在危險的功能增益研究項目一無所知 也不知道美國政府正在資助中國的實驗室 這樣 是誰批准恢復危險的功能增益研究呢? 並指出 如果川普總統聽取了匯報 他絕對不會同意資助中國實驗室 首先 他將評擊美國稅款被用於支付中國的研究 他當選是為了改變中國政策 而不是為了補貼中國 他特別指出 安東尼福西在討論病毒功能增益研究中 實驗室洩漏的可能性時還說 這種實驗的好處和由此產生的知識超過了風險 麥克法蘭指責這些政府專家 利用媒體、社交媒體和植谷盟友 來審查和壓制任何質疑他們聲明的人 他最後說 我們需要追查新冠病毒起源和傳播的每個方面 同時 也對我們自己的行為進行檢討 揭露華盛頓企圖掩蓋的真相 《國家檔案》6月28號報導 霍士新聞主持人卡爾森 在他的晚間節目中告知公眾 國家安全局正攔截他的電子通訊 並以此迫使他停播自己主持的節目 他譴責這是一種不道德和違憲的權力侵犯 卡爾森說 他們在27號聽到美國政府內部的一位線人發出警告 國家安全局正在監控他的電子通訊 並計劃將他洩露 試圖取消塔克卡爾森之夜 《Tucker Carlson Tonight》這個節目 他表示 這個消息令他不敢相信 也令人震驚 因為國家安全局監視美國公民是非法的 是犯罪行為 卡爾森繼續透露 這位線人 覆述了他們正在醞釀中的一項報導 而這些信息 只可能來自於卡爾森自己的郵件 不可能有其他來源 也就是說 國家安全局在他們不知情的情況下 出於政治原因獲取了他們的通訊 他指出 拜登政府正在對他們採用間諜活動 已經得到了證實 並在星期一上午的節目中提出了信息自由法申請 要求外界提供國家安全局 和其他機構收集他的節目的所有信息 卡爾森表示 他們聯繫了國家安全局 和聯邦調查局的新聞辦公室 雖然不指望能夠聽到多少回音 但這是必須要做的 只有國會能迫使情報機構透明 國會應該立即這樣做 他指出 對反對派記者進行間諜活動 和民主是不相容的 他們對我們這樣做了 那肯定也對其他人這樣做 卡爾森是美國保守派政治新聞記者 已敢言著稱 尤其對美國目前大量左傾的現象 做了毫不留情的抨擊 在左派積極推動激進運動導致的各種危機之下 很多維護傳統的美國人意識到 教育下一代是頭等大使 阿里桑那州眾議院 6月25日通過一項法案 規定學校教師 讓那些逃離共產主義國家的學生 分享他們的個人經歷和故事 作為科情的一部分 阿里桑那州正在致力修正教育系統 這項法案目的是培養學生 成為具有公民責任感和知識的成年人 目前已經提交給阿里桑那州參議院審議 根據新法案 公立學校需要教授 不同政治意識形態之間的比較性討論 例如共產主義和極權主義的比較 以及他們和美國建國原則所必須的自由和民主原則的衝突等等 阿里桑那州教育部還必須為校區和特許學校制定新的公民教育標準 並講述美國建國文件的原意和美國的原則 要求美國公民有責任維護和捍衛從前幾代人繼承下來 並由美國憲法保障的自由之福 共和黨州議員霍夫曼 Jack Hoffman表示 現實是 今天全球面臨的最大威脅之一 是共產主義和極權主義 像中共這樣的政府 他們的既定目標 是成為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 而且他們將通過任何可能的手段 來實現這個目標 之前 佛羅里達州州長達桑提斯 Ron Dissantis 也簽署了一項關於教育的行政命令 制定了一項教育計劃 要求學校教育學生認識共產主義的邪惡 德桑提斯 22號還簽署了第5號法案 HB5 要求佛羅里達州教育部 制定一個綜合的K-12公民教育科程 包括在學生港受憲法 和權利法案規定的公民的共同權利 據新西蘭國家廣播電台 RNZ紅線Redline節目報導 澳克蘭大學 University of Auckland 威靈頓維多利亞大學 Victoria University of Wellington 坎特伯雷大學 Canterbury University 均由教師反映 在校內教授和中國相關的課程時 而此遭到中共派出的人員監視 部分可疑人員 更對科程內容開口大罵 甚至在課室內騷擾不願離開 澳克蘭大學政治與國際關係 高級港師 斯蒂芬諾克斯 史蒂芬諾克斯 The RNZ 表示 有一些沒有修學這個學科的人來到科堂 舉指似乎在收集情報 他說 房間裏面有一個我不認識的人 那個人用手機對著四周 並對著幻燈片拍照 在威靈頓維多利亞大學 教授中國古代史的嘉芙蓮優奇曼 Catherine Churchman 說 她也有類似的遭遇 她表示 2017年在一堂中國歷史課上 一個似乎是學生的男子 對她的講課內容開口大罵 她自稱是一名訪問學者 她後來看到 這個人在威靈頓中國大使館附近 下了巴士 她說 這個可能完全是巧合 可能她住在那裡附近 但事實上 促使我想找出真相 她沒有徵求我的同意 就進入我的課堂 並試圖用官方立場 來糾正我對中國史 以及中國對外關係的說法 令我覺得相當可疑 坎德伯雷大學講師 安妮·瑪麗·布拉迪 Anne Marie Brady 也說 她的課堂上 經常出現一些不應該出現的人 有很多人來到我的課堂 她們不是登記收課的學生 是來觀察或擾亂的 她回憶在2019年 某次上課時 一名婦女前來鬧場 並威脅教室裏面的其他人 諾克斯是國際關係的專家 她認為 近幾年在中共當局的主導下 中國留學生 經常抱持著更為濃厚的民族主義意識 但也有專家認為 中共近幾年進行軟實力擴張 不僅四處設立孔子學院 還對其他國家的教育 和學術研究自由 插手干預和阻撓 必須敲響警鐘 這一節的新聞為你報導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點讚、訂閱和分享 這也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 多謝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